台積電近日宣布量產3奈米晶片 英國金融時報有專欄指出 進入2023年 台積電總裁魏哲嘉 絕對不能鬆懈 因為面對諸多的問題 我們今天請教資深半導體產業分析師 才換新 你怎麼看2023年 台積電所面對的不只是競爭對手 三星 英特爾強勢 內部也傳出人才慌的問題 你怎麼觀察台積電的機會跟挑戰 我們先從機會開始說起 第一個 產業景氣上上下下的話 實際上都是屬於常態 所以我們要以平常心來看待它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單純從產業的層面來看的話 2023年雖然是有客戶端調節存貨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 終端需求受到通貨膨脹 等因素而減弱的問題的存在 但是我們觀察到台積電在2023年整體的表現 基本上因為它還能夠憑藉著 所謂的先進製程的技術優勢 還有相關的產能的充足 所以說台積電在2023年跟同業比較起來 還是非常具有競爭能力的 至於在台積電2023年所面對的挑戰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的話 恐怕不單單是2023年 而是一個長期未來的10年5年 未來10年20年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也就是來自於人力的問題 實際上在過去的幾年當中的話 不單單是台積電 也不是只有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鏈 甚至是全球的半導體產業 都面臨了人才慌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其實即使是面臨到現在 這期不好的情況之下 但人才慌的問題卻依然懸而未決 但回到台積電本身的角度上面來看的話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 亞利桑那州的設廠之後的話 雖然台積電號稱 他們只帶了500個設計工程師過去 而台積電的總職員的人數是53,000人 所以說只有1%的人移過去 似乎對台積電的影響是相對有限 但是這種研發工程師 實際上在台積電 大概只有7500個人而已 所以說其實台積電一口氣 移了7%左右的研發工程師到美國去 其實這個部分對於台積電 未來在台灣的研發進度 會不會有影響 尤其在先進製程的研發上面的話 這個部分其實才真的是 令人擔憂的一個問題 更何況其實除了這一次的 2萬片的5nm製程 這樣子的一個第一期的工程之外 未來會是有3萬片的3nm製程 乃至於未來台積電 恐怕會在亞利桑那州設置6座的廠 而且總產能可以達到12到15萬片的 12寸晶圓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預期到 未來台積電在高階的研發工程師的 外流的情況將會更加的嚴重 這樣子一個情況的話 國內的工程師尤其在先進製程的研發上面 我們還不先講生產 而是指說在研發的上面的話 會不會因此就受到的阻礙而緩慢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對於台積電的整體的未來的競爭能力 確實就造成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擔憂 而第二個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 就是來自於地緣政治的問題 其實台積電其實到亞利桑那州的去設廠的話 第一期的工程的這個廠 其實台積電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幾季它的毛利率是維持在50%到60%的 這樣子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數據表現 但是亞利桑那州的廠的話 我們估計它的其初的毛利率大概只有15個百分點 而且是目前最有競爭力的5nm制程 而未來隨著整個產能的擴大的話 實際上台積電整體的一個毛利率 會不會受到整個廠產能的往外移動 因此而受到拖累 這個部分其實也是對台積電的一大的挑戰以及考驗 然後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指說 如果說台積電的一些先進的優秀的人才 通通都移到了美國這個地方去的時候 我們值得擔心的地方就是說 未來台積電的先進製程的技術 能不能夠留在台灣 這個部分的話甚至於說 美國的亞利桑那州的廠的技術實力 會跟台積電的在台灣的部分會拉近 這個部分的話對於台灣的半導體本身的一個 矽盾的防護效力就顯然的會被受到的一個 嚴重的負面的影響 所以說無論是所謂的在人才方面的問題 成本競爭力的問題 甚至地緣政治所導致的獲利的問題 恐怕都會對於台積電整體的 就是說除了2023年之外 甚至說在未來的5年10年當中 恐怕才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負面的挑戰